攤判前人擠人忙著挑選食材 眼手都沒空閒 這時穿黑色外套戴橘色口罩女子 在頭戴安全帽女子後方 站了好久 接著就看到她手中多一個皮夾 塞到口袋裡迅速離開 Jana可是讓施主心都在堂血 因為裡頭放六萬元 是要給長輩半傷勢用的 市場一定會呀 因為裡面比較擠 會聽過好幾個客人 那個錢包都被拖就對了 事發在桃園中立區 一名46歲成姓女子 上個月27號中午12點多 到新民市場買東西 沒注意到後方 站著一名71歲留姓婦人 早就盯上她的錢包 放著滿滿鈔票 趁著她認真選購又忍幾人 伸出手摸走皮夾離開 等到女子買完菜 準備去匯款 繳繳阿嬤的喪葬費 才發現自己的皮夾不翼而非 當下崩潰痛哭趕緊報警 據了解這名留姓婦人疑似是貫切 專挑在市場人多時犯案 被逮後還直說錢都已經花完了 讓施主十分生氣 不曉得該怎麼要回這筆辛苦借來的錢 只能提醒民眾外出購物時錢不露白 得隨時緊盯自己的錢包 TVBS新聞林志偉 例如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